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极端的 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 其实就当时的条件来说 那并不是说已经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 现在也不能说到极端 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感受是这样 他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了 人都还这么多 这个怎么办 而且他把他的人口压力理论的联想到全世界 他说地球都是这样的 而且他认为地球的 现在整个地球的人太多 而且他认为西方的列强向东方的扩张 因为他们人太多了 因为他们人都待不下了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往东方发展了 所以他就叫做 他说文艺因人满 兴随飞飞想 独妻 夺妻 国宝富 为人去乡党 说估计他要是吃饱 也不会跑 大老爷跑我们这边来侵略我们 是吧 就他的对于西方 西方列强的入侵 他是以用人口来解释的 反正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些 对于人口压力 他有一些过度的一些理解和认识 所以他也提出了很多 极端的人口对策 他那些对策 很奇怪的 就是说 有一些一看就是不大正常 但有一些又好像和现在的人口政策 人口的一些控制政策 还是比较合拍的 比方说他认为 人口就在他以前的那些人 都说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不好处理 可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到他这时候就不客气了 说什么没有好办法 就是多杀人 特别是多杀妇女 因为妇女是生孩子的 如果妇女少了以后 人口待会就会下降 包括很多地方有那种习俗 就是逆婴 杀害历死女婴 本来法律是严格禁止的 他就认为别禁了 反正只要女性的 在人口当中的比例下降了 人口比例就会下降 他提出来多建寺院 鼓励出家 碰到什么自然灾害 就别救灾 让他发展 要不然的话 反正他这些都是 有很大偏激的一些说法了 但是他也提出来什么禁止早婚 什么药物避孕 和计划生育 这样的一些想法 反正就是看到那个时候 对人口问题的讨论就更深入了 其实我们就说 人口问题在清代来说 你要和我们现在比那还差得很远 但主要的问题是在那个时代 他那个时候的一个经济结构 它是个农业社会 这样一个农业社会的话 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当时这样的一种社会的状态 它的确是没有太多的能力 能够充分的消化和吸收这些 过剩的非农业人口 就是说因为地球这么多 都在有人种 然后有很多平均的耕地是不够了 有很多人已经没有地种了 这些人往哪个地方去发展 没有办法 他不像后来我们就知道 到了近代以后 工商业起来以后 等于这样一个新的经济领域发展起来 那就他可以吸纳大量的这种 农业社会分离出来的这些国省人口 但是在清代还做不到 所以清代人真是觉得 想到这个问题 他就会很绝望 说这就没有什么好办法 那么这就是这个人口的问题 这个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些研究专注 我们就简单的讲到这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励志腐败 励志腐败是个老问题了 这就是美朝都有 表现形式不同 但是也大同小异 差不多 就中国古代的这种专制官僚体制 缺乏一种合理和有效的 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基本主要靠政府自己监督自己 这样的一种体制之下 反正这个腐败是很难根除的 那清代的话 因为我们很近 而且清代 就是清代的腐败问题的一些表现 恐怕对我们今天也是很 包括他的一些对策 极其后果 极其效果 对我们今天也还是有很 比较大的启发意义的 那么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清初励志 一个是两年人改革 第二个是乾农存摊机效果 清代的腐败问题 有一个表现 就是他好像一开始腐败就很厉害 就是这样 就是说一般别的王朝 大概一开始的时候 多少都能好点 就是说 因为整个社会好像也 肯定也凋敝不堪 然后经过什么农民起义 或者是一些 这样的王朝更迭 新的官僚机构 新的这些管理人员 应该多少能好一点 能有一点朝气 能够不是那么贪腐 不是那么腐朽 但是在清代好像不完全入住 清代就是说一开始就问题很大 这里面有几个因素 至少他可能不是全部的因素 但是应该是很重要的 清代为什么说一开始 腐败问题就很厉害 他有几个因素 一个是他的俸禄偏低 就工资水平是很低的 这个他基本是沿用明代制度 在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多次有人说了 说工资太低了 因为明朝整个工资水平 基本的一条制度 俸禄制度是在明朝前期定的 那时候整个经济还没发展起来 物价各种消费指数都是很低的 但到了后来经济发展很大了 物价包括各种消费生活水平 都大到的上升 你还是基本 让你工资水平也涨了点 涨的很有限 那根本就不够 你只能让官员自己去设法 去贪污了 在明来后期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 那么到了清代 这个制度 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清代总的时间 你又过了好几十年上百年 工资低的问题就更突出了 第二个是清代的监察制度 不是很发达 大家如果去对比一下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的发展 就知道古代监察制度好像 你像明代的话监察还是比较发达的 它有的人在地方上那种定点监察 有的人又出来不定期的巡视 就是各种办法手段都用 不是说监察就能管用 但是起码能起一部分作用 能有点震慑力什么的 能稍微的能控制控制 但是清代整个监察制度 主要因为清朝人可能觉得 明朝监察制度 监察那帮人过于活跃 包括给皇帝提意见 什么的 动不动就去抗议 示威 觉得对于中央集权 军主集权是个影响 他不太愿意发展监察的这条制度了 在清代的政治体制里面 基本上靠上级监督下级 中共的监察那套东西 在清代是被说的很厉害 这个恐怕也是当时 腐败比较厉害的一个原因 你没有专门的监察 虽然说有一套监察的体制 有一帮人专门搞这个 不见得能管用 但是没有它 肯定就更糟糕 第三个就是 清朝还有一个制度 就是捐纳 就是花钱买官 这个也是很糟糕的 这个你就等于是让他 口肉和一大笔本钱 做了官 那他总得把本钱捞回来 所以这个 这个 就就腐败就会更严重了 捐纳 这种这种做法 我们得说一下 在古代呢 也是就有 很老就有的 就是说那个 呃 有钱人 给政府捐点钱 或者捐点粮食啊 什么财务的 政府给他个官 这种做法 古代就有 但是呢 我们要说一下 在古代呢 从来都没有成为一种 常规制度 就是说 他都是救急的 比方说 呃 国家财政困难 或者哪个地方 发生大的灾荒 要救灾 政府没有粮食 所以呢 那就赶快 你就那个 谁能够提供捐粮食 给政府 去救灾 政府就给他官 这叫入宿败官啊 入宿败绝 这样的做法 古代就 这是救急的 这个也多少可以理解 呃 其次呢 就是说 虽然有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种定期的 有 可能会有些常规的 那种这种 呃 类似的制度 但他不是买官 而是买学位 这个主要是在 在主要是在明代 我们知道 这个明代的国子监 就是讲过了 就是 头几次讲过 就朱元璋的时候 那个大办国子监 国子监这个学校呢 呃 这个规模还比较大 呃 那么呢 就是就是按道理 这个国子监呢 呃 他的这个生员 他的学生呢 应该由地方学校来保取 就是在地方的那个 周县啊 那样的学校里面 嗯 辅周县那些学校里面 学一好的学生 会保存到中央来 国子监来读书 读得好 国子监生就可以做官的 这是明代制度 呃 但是呢 后来发展的情况啊 就是大家基本还是靠科举 呃 不一定非要进国子监读书 国子监也不大受重视 那么政府呢 就经常把这国子监 这个监生的这个头衔啊 拿来卖 这个叫捐监 就是说 只要你给捐一笔钱 就发给你一个国子监文凭 你也不见得非要到国子监来上学 反正就是你有一个国子监的 学生的身份了 就因为国子监的监生 如果毕业 是可以做官的 呃 那你要是有这个捐监的身份呢 你去国子监去念念书 万一你要你要真能必烈 你也可以去申请 找机会做官 就说他等于是不是直接做官 但是是间接的 就是给 其实说花钱买学位 这个呢 那个 就在明代有 但是明代也并没有直接花钱买官 那么在清代是直接花钱买官 这个主要是起因于那个康熙时期的那个三藩之乱 就是吴三贵 呃 那几个藩王的叛乱 因为当时那个康熙时期呢 因为那个国家财政呢 特别康熙前期 国家财政还没有完全好转 呃 突然要打打这么一大仗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好像啊 呃 钱就不够了 所以想着一招就是这个捐纳 就是那个有钱人呃 给政府捐钱 捐到多少 政府给他个官 给个 就主要是给个头衔了 但是呃 有的时候也会给十缺 这个呢 后来就 这口子一开呢 收不住了 就是以后仗是不打了 但是这笔钱 你要是说把这个制度要停掉的话 这笔钱马上 就他已经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 比较稳定的收入了 就停不掉了 呃 康熙呢 又有一个特点 康熙人好面子 因为我们也讲过 康熙是那个多次那个 呃 普遍的捐面赴税 就是好多那个地方的 就是就是农业税了 老百姓都交的税 呃 突然他就说 行了 今天你们别交了 或者是怎么 就说呃 他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德政和人政 呃 他经常搞这个 他一搞这个 大家当然就特别欢迎 特别 但是呢 他搞这个也有很多代价 就是说他 别的方面 就是该有的 该花的钱 你还得花呀 所以他这个捐纳 这个这个钱 他就停不掉了 呃 反正后来呢 那个当时就有人批评 说你这个捐纳很糟糕的 说这个到时候 你弄这样一批来做官的话 那只能是腐败了 因为他就是想来 就是本钱赚回来 然后再赚更多的钱 他就完全是一种 这个这个盈利的思想 呃 按照那个当时制度 就是说捐纳这种做法呢 他不能做大官 就是说呃 你的出身 你进入官僚队伍的这个出身 你的那个途径 你是捐纳 那大家以后都知道 你是捐纳现在的话呢 以后你反正要想提拔你 或者是就是你被提拔 升到重要岗位的机会会很少 呃 但这些人是这样 那些人捐纳的人呢 他也不指望当大官 他就指望在 他就指望在这个小的岗位上 工作一些年 把钱捞回来 所以反正这个基层的这个管理 这一层呢 那因此就带来很大的问题 当时就有人提出来 但是康熙没有不听 呃 后来呢 那个我们那个有学者 就是许大林先生 这就是我以前讲过的民史专家 他的过去的 就是在民国时候的 他做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 就是清代捐纳制度 他有一套这个很全面的研究 他就说注意到说 当时那个捐纳 其实有好多的那个 呃 需求 就是为什么要突出 就是就是那个搞捐纳 而且还长期的搞 因为这个当时花钱的地方 很多 一个是修 包括这个 呃 修黄河 待会我们也 就是就是 就是上次上次提到了 修修制黄河 包括那个一些 既然灾害的震灾 也包括什么打仗 尤其是打仗 当时这个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 要这笔钱不可 但是后来就回不去了 而且他这个这个捐纳是很广 捐纳就是花钱买官 它是一个 其实它有一个很广泛的含义 就是呃 不光是花钱买官 他举例子说 隔职者可以捐赴 就是说有些犯了错误 呃 被免职的一些官员 他通过花钱还可以把这个官位拿回来 呃 犯公罪者可以捐级抵消 呃 好像这个反正是清朝一大逼政 清朝有很多好的方面 但是这个好像是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当时这个贪污的问题 就是所以清朝一开始这个 用日从从就是就是顺治康熙时期 这问题就就就就逐渐已经很严重了 嗯 当时的立志情况 我们倒有一个例子可以举 就是在这个康熙三十一年 有一个大臣叫夫拉塔 呃 这个人还很有名的 他还是一个清官呢 因为他是康熙述过的几个清官典型之一 呃 这段资料呢 是前些年我们刚刚出版的 那个康熙的满文诸批奏折的权益 这样一幅书里挑出来的 就是在康熙的那个那个时候 不是开始有奏折了 地方官和一些一些 或者一些人给那个皇帝上的这个奏折 这个奏折呢 呃 那个有汉文的有满文的 那他那些有 那当时康熙上的时期 很多的那个清姓大臣 满族的还是用满文给上奏折 康熙用满文加以皮肤 这些东西呢 过去一般人都看不了 但现在已经有学者给他全部翻译出来 呃 我在里面看到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就挺有意思 就是这个有这个这个人叫夫拉塔的 他就说 他其实他这个是给皇帝上的一个谢恩哲 呃 谢恩哲是什么呢 就是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汇报 汇报 那个我近况挺好 向皇帝请爱 然后呢 就是反正就是谢恩这样的一些内容 他就说 他说呢 他这个这段话里他讲的一个事情 他就说他呢 原来家里很穷 由于皇帝照顾他 给他派了一个肥差 就是以监察玉的身份 先去河东地区呢 去办理盐物 盐差 这个的话呢 在那时候我就可以想象 这个盐差是很肥的一个差 因为盐是专卖物资 就是你一个官员去去去去去经办这些什么专卖物资的这个管理啊 这个这个油水很大的 所以他干完这个工作以后 回来以后 能一下就大变成一个很大的有钱人 本来很穷的 一下回来以后就光房子就买了七八十件 又买了一大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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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仆 又雇了很多人给他种地 就一下他就不但脱贫啊 而且就变得很有钱了 他就觉得这是皇帝对他的照顾 他非常感谢 然后呢 他后来他做了大官了 去两江总督啊 这就是江东江总督 他去上任的时候呢 全家也都去上任了 把他们家原来的自然间的住房子也都出租了 还可以收点租金 他就觉得他挺有钱的 然后他就说 所以他上任以后呢 谁送他东西 向他行贿 他一点都不收 他说 虽然我不收这些东西 对方都很有意见 那我也不管了 反正他就觉得我不能再对不起皇帝了 我应该做个清官 我估计他这个说的还是真的 因为这个人后来的确是个清官 那个收到表彰的 但是这个清官的背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 他这个为什么能做清官呢 他得有一定的基础才行 他要是完全太穷的话 还能不能这么坚持 就有点疑问 由于他已经 那个那个 在上一个港带上捞了一大笔 所以他就可以做清官了 当然这个人呢 那还是不错的 我们知道的绝大部分贪官都是说 虽然我狠很多钱了 那我也还得继续捞 就是说 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已经相当不错 所以呢 当时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那个 呃 后来他就有一个特别集中的表现 这个腐败问题 就是这个 叫做火号 或者叫号线 号线叫火号 为什么叫火号呢 因为你收的银子啊 那个当时赴税主要的部分 都是收银子了 收了银子以后呢 那岁银子要要融化 做成大的银块 上交国库 这 这个 一融化一住呢 它难免有点损耗 就以此为借口 多收一点 这个钱政府是不出的 虽然政府我收了你的税 这中间我要融化 我中间 这个钱就变少了 少了这个钱 这个损失我不负担 得要你 你替我负担 所以就要从老板 你从上出 提前 提前就给你多收了 就说你得多招点 你得抵抢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号线的损失 这叫号线 又叫火号 那么再往古代的话 像那个宋元时期 也是这样的 宋元时期 那时候还主要收粮食 收的时候 收的那个号线叫鼠号 就是老鼠的鼠 因为收的粮食 进了仓库 得被老鼠吃一点 老鼠吃的这部分 你先替他浇了 就是那个老百姓 也得 也也 就是说 在你的正额的付税之外 你总得多浇一点 付加税 就是这个做法是故意有之 那么在清代呢 就是收这个号线 但实际上这个真的 就是银子 你要融化 或者再住 是有损耗 但那个损耗是非常小的 可是实际上这个官府 在收的时候的付加税呢 比例确实相当的高 那这个 这个 这个收来的钱呢 基本就进入 因为他 这不是一个合法的收入啊 这都是那个灰色收入 收了以后 他就进官府 官员腰包了 然后呢 基层官 基层的那个 那个 那个官府 靠这个 那一下就可以收到很多钱 然后呢 他再拿那些钱呢 来打点上级 这个钱在这个官僚机构里面 他会有 有一次再分配 最后整个这个官僚机构 反正都 各个机构吧 各种区调都能够 占到点一点好处 大家就反正 真是就可以对付 虽然说我工资不高 但我总有这样的一些 各种区调的灰色收入 这样的话 我反正也可以对付 这就是火号 这个呢 在清朝初年呢 一开始是规定很严的 说不准收 收的话就算你这个贪赃 那会判很重的行 但是实际上 后来就管不了 因为就是法不责重 太普遍了 因为你要不收这个钱 他就真是钱 的确是不够 这样的话呢 就后来管不了 就不太管了 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就说收 我就假装不知道 只要你说的不太过分 不是特别多 就那个 反正也就算了 到最后呢 是雍正年间 才正式改革 说那个 既然那个 我不准备管 那还是由我统一来收 发给你们比较好 与其让你这样自己收 你这个 反正就说 不如这个权力收归国家 这就是这个 耗陷归功的这个改革 而且这笔钱 后来政府就公开收了 政府统一收 按照一个固定比例 那就比较有 有章可循了 收了以后呢 这笔钱 基本上是专款专用 不干别的 主要就是来发给官员 这个养莲银 叫高薪养莲 给他发股贴 然后呢 当然也用来 补充一些办公经费什么的 所以这笔钱 后来就很管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